畫面切給我一下 OK 那我們要怎麼樣把它從網路上抓下來 其實第一個當然你需要一個網址 發布這個網址 所以已經把它發布了 你確定這個網址是可以看到 而且特別注意 你發布的都記得 你不要發布全部 你選一下吧 不要全部的 不然我發現好像之前有同學 一發布它是很多工作表 它變成說跟我的又不太一樣 本來我上面可能會多兩列 它可能多四列 結果會有點不太一樣 好 那這個地方可以看到 那其實另外各位也可以自行去練習 用GO.GO把它縮短 縮短之後呢 請你再用手機 QR Code拍一下 手機裡面也可以看到 所以這樣的方法 其實不只是可以在網頁可以看到 VBA可以看到 手機也可以看到 接下來比較強調的是多種平台 一種資料多種平台適用 更新一次全部都一模一樣 這樣當然最好啦 可是要怎麼做 我想也 我覺得啦 像方案很多啦 像雲端一碟就是其中一種方案 那這個方案的好處就是說 你可以不需要自己架設網站 OK 因為你如果要架設網站 可能牽涉到的問題就非常多 Server 對不對 還有誰去管理 如果要做成靜態的還好 動態的要寫程式 誰去寫 對不對 另外 你要24小時開機 那另外還有平寬的問題 平寬也要是一個費用 如果你拉一條專線 對不對 公司會評估嘛 對不對 企業 然後如果平寬的流量多少 也是一筆費用 OK 所以但是如果你用它 這些費用全部都不需要了 就可以展開你要做的事情了 多好 對不對 所以你會發現 本來很複雜的事情變簡單了 那都是用它啦 不過它當然是希望你不要用商業用途 可是它怎麼會 不這有時候 這很難 所以這個也有種方案 好 第一個請各位把這個變成網頁 第二個怎麼樣把它網頁喔 它現在是一個網頁 把它變成在抓下來 剛剛是放上去對不對 現在是倒過來抓回來喔 假設啦 你要情境模擬喔 剛剛是你是leader 你傳 你發布 現在你轉換一個角色 你現在不是leader 你現在是使用者 那就把它抓下來 可能你的leader 他給你一個網址 你自己抓吧 好 那他要 你要怎麼把這個東西抓下來 當我剛剛講過啦 我們先開一個新的工作表 你可以在空白工作表裡面練習 你這邊先練習 我前面講過 錄製聚集之前 請你先彩排 彩排完之後再開始錄製 錄製完之後就是怎麼樣呢 加上註解 再去修改程式 最後變成一個按鈕 按下去就OK了 OK 所以大概流程是這樣子 那所以我們先彩排一下 怎麼抓那個資料 1資料裡面從web 2這邊按for 上面的網址 請你把它怎麼樣 改成你剛剛發布這個網址 因為你這個發布的網址 實際上就是這個網頁的網址在上面 但是很長一串 所以如果你希望縮短 你自己家用go.go.go 你看這一串 當然你直接給人家 人家也不可能背得起來 除非你寄沒有給他了 OK 或者你縮短網址 好 那把它怎麼樣 貼到這邊來 貼上來之後的話 這邊有個到嘛 你按一個到 那我講過了 querytable意思是說呢 它會自動去偵測 就是說你這個網頁裡面呢 有沒有那個就是table 如果有table的話呢 它會自動幫你怎麼樣 幫你直接打勾並且賄賂 所以你會發現它這個時候有偵測到 但是各位講一下 因為我們這邊的IE的版本太舊了 所以有一些顯示不夠完整 因為我們這邊IE好像才是8而已 現在都是11的版本 那因為這個東西其實是把IE牽進來而已 它其實是IE喔 IE瀏覽器喔 OK 所以版本上有點 你如果在比較新的環境 或者把IE的版本升級 就不會有這個問題 那我們移到左上角 其實理論上應該會出現這個箭頭的 但是它沒有出現 不過沒關係 道理一樣 點它一下 點它一下 它就是打勾啦 可是它這個沒出現 不過沒關係 我們大概知道一下 按個賄賂 賄賂到哪裡呢 賄賂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喔 它選賄賂的時候 它會自動幫我把 網路上面那個 網頁有沒有 這個時候去連線它 連線它 並且幫我把 那個網頁裡面的所有的 這個裡面的原始碼 就是裡面的東西啦 全部幫我下載下來 那下載下來它會問你說那你要放在哪裡 那我就放A1嘛 OK按確定 這個時候它會幫你截取 所以所謂的截取是它下來是原始碼 很多東西 它幫你留下什麼 裡面的表格 你要的那個表格就好了 OK 那不過喔 你會發現會稍微久一點點 那等一下會講 如果把它加快啦 因為這個方法是比較一般性的 它的好處是很簡單 它的好處是很簡單 但是它的缺點就是 就是慢啦 OK OK 第一個喔 第二個 有些網頁抓不下來 OK 那當然還需要其他方案 那把它抓下來之後的話呢 所以如果你希望它快一點喔 要不你等一下上傳那個檔案喔 你不要這麼多筆 砍錯向下 2000多筆 你乾脆把它砍成200筆就好了 會快很多喔 那把它抓下來之後 有幾件事可能要做 第一個 它的第一列跟第二列怎麼樣 多餘 所以你需要怎麼樣 把它刪除 再來呢 它的A欄不見了 為什麼 因為A欄隱藏起來了 那有這些 所以A欄也不要 那最後呢 藍寬呢 怎麼樣呢 再把它自動調整 常用裡面的格式 自動調整藍寬 好 做完了 那游標可能再點到A1 Finish 那所以喔 如果你希望以後變成一個按鈕的話 欸 怎麼做 你可以錄製聚集嘛 好 你做完一次之後的話 接下來就採 剛剛是彩排 彩排完之後呢 你就開始錄製了 那錄製的話呢 也許喔 你就可以給它一個名稱 我看一下我這邊給它一個名稱叫什麼 我是 更新資料 比如說我這邊 錄更新資料 那我就是 錄完之後呢 上面再加上註解啦 一清調 二的話就是 有沒有 這些嘛 這些後面加的 所以你大概也可以參考雲端上面的註解 註解是自己打上去的 它不會自己把它幫你這麼貼心打上去的 是你自己打 所以 第一個我就是先 錄製 所以錄製的話呢 那我就是 開發人員裡面錄製聚集 然後把這個名稱打上去 按確定 接下來的話呢 欸已經有了 等一下我取消一下 換個名稱好了 不然我把它蓋掉 跟 今天資料2好了 OK按確定 好 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一樣喔 做那個 這個 資料裡面的從web 然後呢 這邊喔 把那個 剛剛的網址貼上 剛剛的網址是這個 問題 這個 OK 這邊的話呢 把它全選 把它直接 貼到這個 地史這邊 貼上 然後到 然後 左上角點它一下 左上角點一下 左上角點一下 這邊點一下 點一下 不過它這個版本 比較舊啦 變成看不到 看不清楚 到底是不是有 打OK按 匯入 匯入之後的話 把它匯入到A欄 然後 一樣的動作的話 欸就是 再把那個 什麼呢 就 剛剛的動作做完 所以 建議啦 等一下如果說你怕 像我這邊卡很久 我是建議你先 把那個 雲端上面的 這些資料 可以怎麼樣呢 不要這麼多 也許你可以把 這邊留個 100筆或 200筆啦 不用那麼多 你就是把這下面的東西 全部刪掉 去的鍵按住 刪除 那刪除特別注意 刪完以後 因為我剛剛發布的時候 這邊已經有一個設定 就是 有沒有 內容有所變更時 自動重新發布 不過特別注意喔 它不會是即時的 因為它的Serve 太多 200萬個 所以有的時候 它遠算 因為它不知道 你的東西放哪裡 它會糟糟糟糟 所以有的時候 我最久大概 好幾分鐘 你做完之後 你的網頁 才同步 才更新 那快的話幾秒鐘 做完了 網頁的東西呢 馬上更新 要不然你就是按 停止發布 再重新發布 它也會快一點點 我看一下 這邊 所以你可以怎麼知道呢 這邊重新整理一下 看一下 有沒有更新 更新的 幾秒鐘 所以 等於Google 它有變比較快一點點 這樣的話 可能會 你錄製劇集會 比較流暢 不然要等很久 好 然後一樣嘛 一二列刪掉 選一二列刪除 A欄 把A欄選起來 刪除 再把這個範圍 做欄寬自動調整 游標範圍A1 好 錄製完成了 停止錄製 這個時候你可以到 聚集裡面 找到更新資料 因為我已經有一個 二嘛 那我就編輯一下 那你會發現呢 它這個就是它幫你錄的 但是呢 有一些 可能跟我那個雲端上 長得不太一樣 比如說註解 本來是沒有的 所以這個地方 恐怕你要自己再加一些程式 包含就是說 第一行 第一個 刪除全部的資料 這個我自己加上去的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 下載資料 然後再來 刪除資料 你會發現 它這邊會需要寫三行 但實際上 如果用VBA寫的話 只要一行而已 你可以參考雲端的方法 然後 還有什麼 欄寬 A欄 A欄刪除 那A欄刪除 它也寫了幾行 它也 我們做 錄製的話 有四行 其實你也只要寫一行就好了 這個部分 你可以參考一下雲端的部分 這個 那那個AutoFits 這個一樣 這個一樣 自己再把那個 參考一下 我放在雲端的這個 因為這個雲端上面的東西 會 會更簡潔一點點 有沒有 Delete它寫三行 其實不用那麼麻煩 或者你不用錄那個 你自己打上去也可以 你用Roots的物件 有沒有 第幾列 第1、2列 點Delete Colon A Delete 這樣就好了 你不用再把它拉出來 然後呢 AutoFits 哪些A到L藍 油標放在A1 OK 好完成 畫面先還給各位 試一下 先試著彩排 然後再錄製 錄製完之後 再把錄製的結果 跟雲端的程式碼 稍微參考一下 做出來之後 你就可以怎麼樣 也許你就換一個環境 換一個新的工作表 那試試看 資料會不會自動幫你下載 如果會恭喜你 你這部分就完成了